勞工在第一线辛勤工作 基本工资每年元旦起调涨 月薪部分涨幅5% 但跟邻近国家相比还是有差距 月薪调整到23100元 时薪调整至150元 但南韩基本月薪达47000 时薪228元是台湾的1.5倍 日本时薪更高达243元 差距更大 如果说以明目汇率来看的话 那么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一个薪资调幅 调幅之后的这个薪资 其实相较于邻近国家像韩国 还是有所不如 以这个购买力评价指数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的一般的平均的工资 国民所得平均 其实是比英国法国日本韩国都要高 细看台湾薪资跟物价相比 高房价高物价薪资已经没有竞争力 但国内投资环境大不如前 企业经营大吐苦水 随着基本工资调涨 资方将面临劳保费 健保费还有劳退 每个劳工每个月至少增加54元的成本 预计全台湾每年将增加206亿元的费用 资方在每一次基本工资调涨的时候 都会拿出失业率会因此而上升 然后物价会因此而上扬 因为还是采取一种比较相对缓步的一个做法 所以在这个部分 也就是我们会减少 因为基本工资调升而减少用人 似乎在过去几次的基本工资调整的过程当中 并不是很明显 在过去三年 像这个机械维修业 基本上都是两位数的增幅 那么这种行业的话 其实某种程度上 他可以分享利润给员工 不过专家也坦言 逐渐在台没落的产业 像是纺织 每年呈现双位数衰退 这时候喊加薪 部分中小企业主的负担 也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问题癥结 还是得先想办法让产业多赚点钱 回归薪资才不会头重脚轻 华语新闻林季祥 陈淑曼台北报道